好,現在要來玩 扭蛋 角落生物 我換了 我去煎豆腐換的 因為他這邊有這個 跟煎豆腐合作,我就想說去問他看看 結果我來有,可以換 好不好 換兩百塊 因為妹妹說 妹妹你要哪一個 等一下,你要哪一個 你現在給他多少錢 一百啊 你要橘色的喔 他喜歡貓,他說他喜歡貓 對,媽媽喜歡這個蜥蜴 他是蜥蜴 是嗎?他剛才知道這個是誰 這個是誰 然後這個勒 好厲害,這個勒 豬排 不是我妹妹都被你回答完了 要轉大力一點 我有點難轉,給媽媽轉好了 媽媽轉 那你以後要不要吃菜 要 完蛋了媽媽 有了 好像橘色耶 是不是DK就中獎 是嗎?我們先開 真的嗎? 應該是齁,就橘色了 應該沒有被外殼騙吧 好像是橘色,我看他錶帶 他很想要手錶 哇,好強喔 另外一百塊呢 被衝攻 被衝攻,太誇張了 不是吧 自從我真的掏出來的 我想說你不能換兩百啊 一百小費嘛 我想說如果第一次沒中可以再第二次 對不對 結果太強了,妹妹好強喔 第一次就中了耶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是擺旁邊就可以啦 給人家去用優惠好了 因為他這裡有說啊 他這裡如果說什麼 扭三個扭蛋殼的話 就可以去用三 說明書 說明書應該我們要吧 說明書 他要戴了,他要戴了 他很想要手錶 他有時候都會把貼紙 其實很可愛耶 我覺得這個蠻可愛的 我看一下質感 蠻可愛的 不過他這個是手錶嗎 是耶 他設定,你幫他設定 是啦,是手錶 可是 要設定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樣一百塊很便宜耶 對,我覺得這樣一百塊不錯 雖然說他這個電子產品也沒有說到很複雜 但是這樣一百塊真的不錯 然後裡面這個是說明書 來看一下 說明書的話就是 總共五款吧 總共五款的部分 這邊有夾 然後 這個 這個是如何設定 說明書 這個很重要 要留一下 不然等一下不會設定 這邊 這邊有人教要怎麼設定 等一下再來設定 我先幫他戴好了 我先給他戴 對,這個要先留著 雖然說都寫日文 但是至少應該是看得懂 有一些漢字 然後 檢驗合格標章 這個 不錯 這是小朋友的 所以錶帶夠小 對 而且他好粗好大一個 他跟你的Apple Watch比起來 很像 好像更大 那材質很像 也是這樣子 矽膠 然後軟軟的這樣子 好像更大耶 妹妹最近就超喜歡 那個角落生物的 我還幫他買衣服 對 妹妹怎麼跑掉了 哈哈哈哈 妹妹跑掉了 好,那我們就先把這些收一下好了 好 球就給他們了對不對 其實這邊的扭蛋 我是覺得 那一個應該算是最 超值的 對,最超值 最有意義的 對,因為其實這樣看起來 很久沒有扭扭蛋了 我記得以前去日本的時候 會扭一下 因為他就是在機場 會射那個扭蛋 有沒有 讓你把日幣玩 呵呵 其實這個也不錯啊 這個是什麼 擦指甲油的 然後也會有圓影啊 以女生來講他有口紅 是嗎?可是這個是比較 對,這是比較玩具吧 化妝的 mini的 國小15歲以上 喔 這個有點久了啦 厚盜星球 三代 對,這個有點久了 然後 這是誰 愛摩 這是愛摩像嗎? 不太知道 我覺得差不多 就那一個最超值 而且他現在 好流行這種 帶在手指上的 你看這裡有一個青蛙 然後再來這邊還有 這邊有一個是帶狗狗 有沒有 把狗做成戒指 可是這樣帶起來 你就好看嘛 可能小朋友喜歡的 喔 但是我覺得這樣就還好 不過他比較便宜 他60塊而已 便宜蠻多的 對 然後 最後面這裡還有一面 欸 mini Q 呵呵 居然有mini Q 不過這個mini Q 跟 那個絕代3Q的mini Q 就不太一樣了 名字一樣啦 字也不一樣 字也不一樣 可是說實在我蠻喜歡這一隻的 因為他的樣子看起來就是 好像被 惡整過的感覺 對對對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他的圓形好像是要弄得 像皮卡丘一樣 然後後來變成這樣 但是實際上怎麼樣 我忘記了 這個哪 有夜光喔 會浮在水上 會浮在水上 應該是 就洗澡可以用的 會 會續光喔 所以夜光 這樣亮在那個 洗澡的水面上 感覺蠻奇怪的 然後這裡有 呱吉是不是 呵呵呵 有 長得蠻像的 呱吉的感覺 好 這邊還有 對 最後一台 鋼彈 不過鋼彈 我覺得這個應該沒有辦法很細 對啊 所以應該 全部還是手錶最好 對 還可以用 你飛兔 其實我覺得這個比較好 比娃娃機 剛剛你去那個 打電動那個地方叫什麼 湯姆熊 對 花了三百塊 然後夾娃娃沒有夾到 呃 呵呵呵呵 哪一段你沒有錄下給大家看 沒有因為 它那個機台是跟日本一樣 用那種勾的方式 然後它那個 把東西 吊在那個 一根 下面 一根鐵上面 然後那個鐵會弄那個橡膠 矽膠 有點直華笑 反正有去日本玩過 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但是那一個機台的話 我是覺得 日本一般 都是放在那個最 最外端這裡 等一下可以再去玩 讓它在那邊晃晃晃的感覺 可是 台灣的那個其實放太裡面了 等一下可以再去補欸 因為剛剛的券還有代幣還沒花完 不要那一次六美代幣 呵呵呵 雖然說六美代幣好像15塊而已 但是我覺得那個機會其實比較小 因為我花了三百塊其實 對三百塊 呃 我的三百塊大概有 超過一半以上是 沒什麼用的 沒有挖到 其實要嘛是我自己技術沒有很好 就是沒有去弄到 要嘛就是 挖到之後是完全沒動靜的 就等於是完全沒有進度的 對啊 因為它那個太裡面了 所以我覺得玩這個比較好 對我覺得玩扭蛋就是馬上就有 而且小朋友蠻開心的 在家那手錶其實我覺得蠻實用的 對 對 因為妹妹現在剛好也在學數字啊 然後就可以看時鐘對不對 對 這樣子還不錯 對喜歡角落生物又可以看時鐘 對 然後 對然後 然後 剛才大餐結束了嗎 現在女兒也有了嗎 你的心肝寶貝女兒 也有禮物了 差不多吧 我們可以回家吧 我們下樓手錶梯走下去看一下什麼 什麼東西嗎 你是說直接走到地下室嗎 沒有 我們要去逛逛 逛什麼 逛 母親節禮物 耶 應該沒有吧 現在時間很晚了 我們等一下就差不多應該要回去了 很晚 中午一點半就很晚 很晚啊 差不多距離打電動 不是距離五歲時間差不多到了 沒有了五歲喔 連妹妹都沒有在五歲 不過我要回家五歲了 今天太早起來 沒有沒有沒有 我相信你應該也很想五歲才對 逛一下吧 逛什麼東西 逛 媽媽禮物 這裡逛扭蛋也可以 還是剛才那一百塊就給你 再頭一顆 不要 妹妹有一顆 那個是什麼 貓咪是不是 啊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我不要 你喜歡藍色哪一隻對不對 蜥蜴是不是 我們頭一隻蜥蜴 我們去樓下看吧 我們頭一隻蜥蜴 那一百塊就想打吧 妹妹已經很開心在那邊跑 她又在開新的東西了 趕快我們還是先離開好了 不然她等一下又說我要再頭一個 好啦那就這樣子好不好 好幸運 直接 一發中獎 你看一下手錶 對 給大家看一下手錶 日動的 你介紹一下 好可愛喔 不過她這樣按應該是在 秒數是不是 她在跑秒數是不是 對 還有日期耶 就是7月1號 現在12點35 沒有現在1點半 等一下幫你設定 對要調一下 好啦 我們一發入魂的妹妹扭蛋祭結束 掰掰